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一三电影 今天为大家讲一个 凄美奇幻的韩国爱情电影 狼少年 顺一是一个肺不太好的漂亮女孩 这天她们一家都搬到了乡下来住 乡亲邻里都热情的帮她们搬东西 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顺一准备睡觉 听到外面有动静就出来查看 漆黑的深夜里有一双闪着红光的眼睛 顺一吓得尖叫起来 红眼睛也逃跑了 第二天在房子旁的杂物那又有了动静 妈妈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小狗 就用叫狗的方式把她叫了出来 出来一看是一个浑身埋态的小伙子 妈妈给了她一颗土豆 她就狼偷虎咽的吃起来 妈妈又给了她一筐 她还是吃完了 妈妈以为这是谁家的熊孩子走丢了 太多天没吃饭就把警察叫来了 警察也没什么结论 只说要妈妈先照顾着 他们再去调查怎么回事 小伙子顺利的留下来 只是这吃饭的方式很是狂野了 看到有吃的下手就抓 搞得人家都没办法好好吃饭 再加上一有月亮就嗷嗷的嚎叫 像接了一匹忧郁的小狼 有一次 隔壁村的土包又来调戏顺利 摸着顺利的手各种占便宜 还算有点眼力见的小狼 看出了顺利的不愿 一下跳出来就把土包吓跑了 真让顺利产生了驯服他的想法 顺利拿到了一本狗狗训养秘籍 准备以训狗的方式训练小狼 并给他取了个名字 折袖 顺利拿出一根玉米棒子 本来是想让折袖学会控制自己 结果不等顺利发令 折袖上来就想玉米棒子 直到咬上了顺利的手 他才停下 折袖像是知道自己犯错误了一样 之后他都乖乖的 让他吃就吃 让他停就停 一旦折袖表现的好 顺利还会摸摸他的头以做奖励 不知道是狼心的召唤 还是爱的温暖 摸头对折袖来说很失受用 之后顺利还教折袖学会了刷牙 铁背书 系鞋带 折袖都得到了摸头的奖励 这天他们一家逛市集 楼上的建筑物材料突然掉了下来 就在快要砸到顺利和妹妹时 哲秀一个剑步冲上来挡住了 姐妹俩没有受伤 哲秀也毫发无损 这使得他们的关系产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顺利开始教哲秀说话写字 还弹吉他给他听 这里哲秀大概是对顺利心动了 他竟然也伸出手摸摸顺利的头 这天晚上土豹又来骚扰顺利 提气之下 哲秀直接变身狼人 若不是顺利及时之指 哲秀的架势呀 非要把土豹撕碎不可 他们来到山坡上你追我跑 这时顺利突然跌倒了 由于肺不好缺氧到昏倒 哲秀背起顺利就跑 电影情节就是这样 需要人的时候呀 到处人都找不到 出于狼性 哲秀背着顺利跑到了自认为安全的森林里去 到了晚上 神门终于找到了他们 看到后面的顺利 大家都以为是哲秀危害到了他 就把哲秀像狗一样关进小黑屋里 这边土豹找来了一个教授了解情况 教授告诉大家故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之前有一个神秘博士 想培养一只狼人军队作为战争武器 这种狼人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 不吃东西也能生活好长时间 只可惜博士死了 哲秀大概就是之前的试验品之一 这时文讯赶来的政府官员表示 这件事情不可以散播出去 只要哲秀不伤害人 他们就可以一直生活在一起 如果有伤人的行为 哲秀就必须死掉 这天顺利要去城里治肺病 他告诉哲秀一定要好好听话 并告诉其他人 不许动哲秀一根汗毛 总是站下风的土豹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哲秀 他告诉哲秀 顺一姐姐的吉他被邻居大叔偷走了 我把你放出去 你把他找回来 顺一会很高兴的哦 没想到哲秀还真的信了 到邻居家一通翻箱倒柜 这时土豹叫来一大帮人 说哲秀失控了很危险 所有人都准备射杀他 尤其是土豹别提多迫切了 这时顺一回来了 看到这个场景要上去阻止土豹 结果被土豹打了一顿 打顺一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哲秀被激怒 变成狼人 一下就把土豹咬死了 这下真的死人了 这个地方没法再待 哲秀抱起顺一就往树林里跑 第二天早上 顺一知道那些人不会放过他 就打骂他上他走 这时候哲秀突然会说话了 之后顺一就下山了 他告诉大家 哲秀不见了 然后自己也收拾行李 准备搬回城里去住 只是在临走前留下了一个纸条 等我 话锋一转几十年过去了 本来顺一是因为有人要买他乡下的房子 回来查看 结果他发现仓库里好像有人居住 屋里的灯还亮着 推开门一看 是哲秀在里面等着他 哲秀还说 我好想你 顺一一下就哭了出来 没想到哲秀真的在这里等他 而自己早已结婚生子 把纸条忘得一干二净了 后来顺一还是回到了城里 房子也没有再卖 这部影片2012年在韩国上映 男女主角由宋仲基和朴宝英连续出演 这部充满奇幻色色的爱情电影 在当时受到一致好评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